歡迎收看 Margaret師傅, 明天是聖誕節 有否有聖誕節的食材可以教我們做 最好做個甜品 我們今天做個白鳥檸檬脆蛋白 好嗎? 好 脆蛋白?這些適合永浩 幫忙發蛋, 簡單 等一下, 我有點擔心她 是 為什麼? 為什麼? 她一向幫忙, 也有意外發生 已經發蛋了 沒事的, 放心吧 還是說一句, 有Margaret師傅 幫我包底, 沒事的 對…不如我們快點開始 好, 我還是想盡快我自己做的事 好, 首先我打脆蛋白 這是糖分比較重的蛋白 吃起來, 焗完後會很脆 首先我用兩種蛋白 我先打一打鬆 打得好像現在有點起泡 蛋白最好是室溫 接著我們可以加砂糖 兩種蛋白 我們要放大約80克左右的砂糖 這個可能我不太喜歡吃甜 但不好意思, 這個糖不可以再選 因為一定要… 當然是甜才好吃 對, 因為如果糖不夠 打不起來 對, 沒錯, 所以這個糖一定需要 我想再效果好一點 可以放少許檸檬汁 大約一茶匙左右 有, 這樣就可以打得反轉也不掉 對, 待會讓你嘗嘗 放在你的頭頂上, 看會否掉進去 對 對, 有個殼 一個有勾在這邊 沒有滴下來 但這個不 int Friday 就讓我 Vill掉在頭頂上 並沒有掉下來 幸運地 所以我今天不會拿你來試 是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打到這麼挺身 當然是好看的 但有個不好處 就是你擠出來反而形狀不夠好 會太硬 會卡住了 當你去到這麼硬的時候 也怕太多空氣進去 它會卡住了 所以去到大概這樣的效果 差不多了 要有勾子軟地掉下來 我們可以把蛋白放進擠袋裡 今天我會做一塊比較一片片 長形的 對, 長形的 方便我們上去的時候 可以有另一種感覺 我今天會擠這個, 但會這樣黏著 很有趣 這樣黏著, 是的 出來後來就是一塊餅的東西 在這個餅上 我們可以放不同的餡料 要放進去,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 檸檬芝士醬 我們今天先黏著這麼多 好 然後我們可以將它進步爐 攝氏80至90度已經夠 焗多久? 把它放進去一個小時 到底怎樣才算不錯呢? 其實現在摸的當然很濕 到時候摸一下它 表面已經開始乾, 還沒硬著 然後按下去好像有一點棉花糖 就是這樣嗎? 對 內硬、內軟要做到? 對 當然, 它不應該很脆的感覺 是 因為它有濃溫, 所以它一定比較軟 然後按下去, 其實它有棉花糖的感覺 這樣已經可以, 沒什麼再黏在手上 然後就可以關火 拿出來, 盡快把它放進蜜石盒 不需要放涼, 千萬不要放涼 直接放進蜜石盒那裡 然後蓋好它 讓它在盒子裡自己放涼, 它會吹乾 然後它出來就會很脆 這麼可愛? 可以嗎? 對 但是不可以焗到它有金黃 就一定要白色 但是不需要 所以一定要低溫 好 攝氏80至90已經足夠了 不過師傅, 我放進焗爐了 現在做什麼? 是 接著我們做檸檬醬 檸檬醬好 好 好, 把糖放進盒子裡 然後我們要粟粉 這個我們最好先把粟粉和糖露米 為什麼呢?粟粉就這樣放進去的水分 很多時候就一塊塊, 一塊塊 好, 現在我先把這個和糖拌均勻 一會兒我放進去的水分 它也不會黏一塊塊 所以這個我們先去乾的時候 先做這個動作 爆炸 你拿檸檬汁是一個酸味 如果你要拿檸檬香味 一定要拿皮 是 所以不要太貪心, 刨得太深 要不然整碟都會苦了 好, 我們一直把這些皮 刨進去, 好 好, 接著就拿檸檬汁 榨汁 沒錯, 榨汁 其實我們買檸檬時, 怎樣選擇呢? 聚首 真的代表多汁 對, 沒錯 好, 我們盡量榨 只是檸檬汁就不用加水嗎? 不需要, 主力就是靠檸檬汁 好 接著我們還有兩隻雞蛋 這個雞蛋是用顏色的嗎? 不是, 雞蛋都是變稠的 其實超市也有得買的 是 這是檸檬醬 對, 檸檬醬 當然… 但為何倒進去才發 超市也有得買的? 有得買的 要什麼? 其實剛剛… 我覺得比較好 其實外國人很喜歡拿來塗多士 但是… 為什麼… 我感覺到不太好… 但不是太酸 酸的 他們就是喜歡… 像媽米那些 媽米那些是苦的 這個就不會, 這個真的酸 沒辦法來的那麼難接受 其實我輕輕出去發一發就行了 把它放進鍋裡, 拌勻 真的不用開著火嗎? 真的要… 不過不要太急,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雞蛋 如果太快開火, 太大火 雞蛋會變成炒蛋 另外還有牛油 也要加進去 然後倒進去拌勻 然後才會開火 是 開火後慢火 對, 雞蛋很快就會凝固 因為現在雞蛋的作用 是令這個醬變得濃稠 保持攪拌 對, 一定要保持攪拌 對, 如果不攪拌 會發生什麼事呢? 雞蛋在底部就開始熟 這個就不能爛了 是 不知道 為什麼?劉師傅, 我看你已經轉大火了 對, 因為我沒什麼耐性 好, 基本上現在這裡已經攪拌 差不多了 你看到, 不算掛拌勻 對, 當然在煮的中途 雞蛋有機會蓋得足夠 不用太擔心 因為稍後會隔 沒錯 我們只需將它過篩 然後趁熱的時候, 馬上入瓶 還要入玻璃瓶 因為這個醬可以放很久 好, 檸檬醬已經攪拌了 然後我們會加一些 今天加一些意大利忌廉芝士 馬斯卡彭 隨你喜歡的 其實你喜歡的檸檬醬味 比較重, 多放兩斤 否則兩至三湯匙, 差不多 我覺得這個要配一些甜點的食物 吃起來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 很小, 可能有時候芝士蛋糕 很濃, 有點膩膩 加這個我覺得會… 反而中和化 現在又好像檸檬塔 記得用意大利忌廉芝士 不要太濃烈 我們可以進入一個袋子 可以先放入冰箱 Margaret師傅, 我看到啤梨了 是不是可以炮製它了? 到第三部分 我們會做一個白杖焦和啤梨 將茶葉我用這些茶包袋 倒進去, 方便一點 待會就可以整包… 整包拿出來 已經搞定了 永浩, 你是不是攪拌了爐? 濕一點 搭了很久 對, 可以… 可以… 這裡的水開始熱, 我們把它放進去 麻煩給我, 交給你這裡 只不過看上去水滾就關火 今天我買到這些長啤梨 其實現在也很容易買得到 就算偏生也好 它就不會有那種稠味 當然, 如果你喜歡啤梨比較濃 就放熟一點 熟一點就甜一點 對, 熟絲, 啤梨會出一點 麻煩師傅, 要煮下去多濃稠 不用濃稠… 茶是補不濃稠的 不需要, 水滾就關火就行了 好 水滾了, 是嗎 滾了… 好, 就這樣了 下次我煲茶煲得很濃稠 真的沒有人喝 很濃… 然後可以去完肥後 我今天最主要用果肉 將它切粒粒的, 好嗎 那個茶是不是讓它吸收味 對, 最主要是白菜茶味 我會將它切得比較細粒 好嗎 待會就可以放在… 加上焦糖味, 其實這個很好吃 接著, 這個適合泰永豪 因為我們真的要煮東西 我們砂糖, 可以放一點水 水不用太多 我們放大約兩湯匙已經足夠 其實那個目的, 不過是方便糖 容易用得到, 好嗎 接著, 現在可以開大火 好 基本上我們煮這個焦糖 跟剛才做的檸檬醬很不一樣 檸檬醬是… 放大火 對, 放大火就行了 放大火 這個大火之外, 最好不要攪拌它 糖如果熱的話, 會很熱 對, 會變爛了 熱得有 黏住了 真的很熱, 很高溫… 所以我們煮焦糖真的非常小心 也是的, 沒事… 突然之間, 它就變色了 你看到我邊緣了 是的 現在要啡啡了 開始啡啡了 我們也輕輕攪一攪 你看, 我全程都大火 差不多了, 好像… 可以關火了, 是的 太強了 因為它的年溫很厲害 你別想, 我嘗一嘗味 不要, 冷藏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這個焦頭手指 對, 稍後 我們再給它一點焦, 讓它更香, 漂亮 其實煮成焦糖, 感覺會否很甜 其實不會, 甜味反而會減低 如果弄泡菇, 可否倒進泡菇 不同的… 因為如果再爆泡菇, 糖會焦掉 因為混合一起, 瀏強 對, 弄泡菇倒進泡菇 對, 混合一起爆泡 對, 如果放進泡菇, 不能 因為它一定的溫度 再爆泡菇, 會很高溫, 會焦掉 但現在差不多了 對, 顏色已經有很漂亮的苦泡色 對, 好嗎?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給大家看一看 現在很黏, 很黏 很漂亮的顏色, 好嗎? 因為我已經關火, 所以它現在變得太快 比較容易控制 情願有時候真的關火 任由它, 你覺得不夠關火 好, 到這裡關火的時候 我可以加牛油, 慢慢放下去 不要放下去, 因為我不想彈起 對, 真的很危險 對, 真的很熱 厲害, 讓牛油稍微融一融 然後就可以加上啤梨 今天啤梨真的太肉了 所以我放著… 沒那麼多 稍微一點 稍微, 三分之一已經足夠 蘋果可以嗎? 蘋果也可以, 可以的 其實味道很合適 很香 蘋果多香 現在這麼合適嗎? 現在會的, 有些少許是蘋果拔絲 對 然後現在可以稍微煮一下 然後我開火 讓它開始, 啤梨也軟了 再加上茶, 再收一收, 這樣就完成 這是做我們的汁 好, 這個… 我們今天啤梨也不用特別去炒 因為那個焦糖溫度真的很高 所以我尤其切得這麼小顆 你放進去煮一會兒 幾分鐘它就夠軟了 其實啤梨才可以 沒所謂的, 看你喜歡軟一點 你煮久一點 你說我可以保持眼睛也好一點 你可以… 浸一浸都可以 對, 可以浸一浸就已經可以了 好, 好 你看到現在的顏色很漂亮 然後可以加上白鮮茶 下的時候真的要小心 因為焦糖溫度很高 我們要逐一點加 我稍微把它煮得比較稠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而且焦糖的顏色跟茶色很合適 對, 很合適 是否白鮮茶的一種 對…是紅茶的一種 好, 這個啤梨已經完成了 我們可以倒起它 本來它也有點稠 對 加了白鮮茶, 稀稠一點 但是那個啤梨本身又出水 少許的汁加起來已經很香 焦糖跟白鮮茶已經完全吃得了 好, 我們就可以拿一些蛋白出來 不, 像一排朱古力蛋白 再加醬 對 加上檸檬的蛋料 對, 很豐富 然後再放一層 真的無法猜到 真的無法猜到 無法猜到 好, 再放一層上去 要這樣嗎 對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今天跟大家示範 一個白鮮檸脆蛋白 好, 大家看看